如果你說,一有邀請,那反應,那就叫做不扭令,我做不到 因為這次其實是,授命於香港人的民主派議員第一次 有機會面對面向代表中央的官員 去陳述香港人為什麼要爭取一個沒有篩選的真普選 做真老闆,2017才能管得到香港 所以我們提出的要求,就只是說要有一個 是跟代表中央的官員單獨的會面,我覺得這個是合情,也都合理 最初的時候,沒有人應我們這個要求 直到上星期日,我們的主席,也是團長,曾鈺成議員 在一個電視節目那裏就說,發文主派這個要求,沒有問題 他都相信安排得到,既然我們的團長都這樣說了,我們都要盡我們的言責 所以我們姑且一事,我也都覺得這次究竟在上海的時候 代表中央的官員,他表達的態度,他的言行 不單止我們與會的立法會議員看得到 亦都大家可以透過電台,報紙,電視,香港人都有一個論斷 所以我很希望這次是一個開始,希望開了一個好的頭 而特區的市民呢,會看得到,中央是真正有商有糧的 不是說沒有商沒有糧,決定要做篩選 因為如果真的你表達這樣的態度呢,我相信這次的會面是最後一次的了 嗯,好了,你剛才就說姑且一事 但是貴黨派出的代表成員呢,比民主黨更多的 這個,中間是發生了什麼事呢,究竟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多,對方又這麼少呢 坊間很多傳聞,或者你們大家互相交播,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這些太多猜想,亦都是我覺得沒有基礎的 我想大家看到,公民黨自從創黨以來 不單止在講,亦都做,我們都是擁抱溝通的 那麼我們這次只是貫徹我們一直創黨以來的立場和作風 那麼我很希望呢,這次是一個有意義的會面 好 最近政府的新一輪的那個宣傳片呢 我覺得她是故意呢,將民主程序四個字抹去的 李慧琼議員如果要留心看呢 林鄭是專門說呢,是說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的 就很方便地將民主程序抹去 公民提名為我來說,到目前仍然是最有效抗衡篩選的 令到香港人確保做到真老闆的一個程序 四十五條基本法呢,並沒有違反 為什麼呢?民主程序是要透過本地立法來確認是一個如何的程序 當本地立法的時候,是可以將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入法的 這個入不入法是一個政治的決定,並非法律的不可能 首先要講得清楚 那麼另外呢,我當然希望林鄭月娥呢,都要解釋一下 究竟他為什麼,是將民主程序這幾個字呢,是省了去 那所以我從來呢,都沒有離開過基本法 也都不存在,重歸基本法的問題 我也都希望李慧琼議員呢,在這一方面能夠明白 嗯,所以我覺得現在呢,最緊要的,不只是說 泛民主派的議員要珍惜這兩日在上海之行 我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也都要透過他的代表 是珍惜上海之行 譬如剛才,風哥你問的 嗯,這個最近,有2020的方案 有18位學者的方案 究竟黃光雅,李飛和張曉明 會不會在會上都給個看法呢? 如果你是有商有糧,你不能夠說 民間盡了我們的誠意 譬如他們表達了最大的誠意 最後是不是得到支持,是要看大家市民 怎麼看的,也都不在我梁卡傑說的 但問題就是,起碼他們表達了誠意 但如果你說中央出一個,打低一個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但他又不說他的看法 那就是無商無糧實現篩選 我希望這個態度不會在上海見到 好,李求欣紀念中學的同學 做了一個廣泛的民調就趕不及了 但是公民黨開了一個Facebook的page 歡迎大家留意見 冥然書院的同學,我回答你 就是我很相信泛民主派的議員上去 一定會表達一個絕不接受篩選的立場 我希望這次是一個有意義的會面 亦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不單止我們可以盡言責 中央亦都讓香港人看到有商有糧 是